当买不到一个礼拜的白面条 民众居然在包装里发现有小虫子 日前宜兰有民众逛大卖场 想说买白面条回家煮 不过在购买后的第二天 打开外包装 就发现这里面爬满了小虫 而且连面条里面也是一样 让消费者直呼实在很恶心 把影片po上网 而事后卖场表示 会下架清茶相同的商品 厂商则表示 愿意接受消费者退还货 各位观众 有没有看到这只虫 有 这里都是 民众把白面条扳开 却出现一只褐色的小虫 在手指头上蠕动 看到这吓人的画面 一旁的人都紧乎实在很恶心 是活的 有没有 打开外包装 原本以为一小粒 一小粒的是面条发美长斑 但仔细一看 怎么会是小虫虫在作怪 这一家人看着在卖场买来的面条 长满虫瞬间没了食欲 有争议的画面条 有争议的画面条 后面需要被人家过来 真的吗 这样很恐怖 29号买来隔了两天要吃 竟然全长虫 原本以为是保存期限的问题 但仔细看看包装上的有效期限 是到明年的8月6号 等于制造日期就是今年的8月份 但店家坦承舒适 下架清茶 不能添加任何的漂白剂防护剂 所以我们在制作面条的时候 温度也不够杀死虫软 没有办法 尽管面条厂商认为制作过程 因为不是高温杀菌 也没有添加防护剂 因此才导致生虫现象 让消费者如何吃得安全 以及安心 卖场与厂商都责无旁贷 借理科砚 宜然报导 感谢观看